各位听众好,我是BOG 这是我们新手系列卖下200分的第九集 本集就让各位观众们来看看 若对手没观念 就等着被主播无情压扁的案例 本次对局是一位1700分的美国对手 双方走的开局是西西里防雨 我现在出骑士 对手出骑士装兵 我出骑士圣根 对手出骑士 这里 其实白方较长征的开局选择是 选择中心站起来进行一波中心交换 摆成标准的西西里开放局面 然而 我知道这位三万多盘旗的美国1700对手 有可能是为新手 于是我想调皮一下 揍了一部小兵衣武 这什么意思 就看他这只骑士会不会应对正确 这只骑士其实比较好的选择 是骑士往前蹦 强行抓个兵 如果我给这个小兵升根的话 对手有可能选择皇后来C7 强行抓我的兵 但是我都想好了 我准备就要继续骑士往前蹦 用我的先手骑士打个黑Q 逼他黑Q往后退 一旦他后退 我准备就要试着中心爆破 这什么意思 就问他吃不吃 他如果吃的话 我准备就要复活主教 直接一个偿换位随时准备带闪击 是吧 我们简单模拟 如果黑方挡兵不给我闪击 我就瞬间偿换位 随时准备闪击抓回兵 顺便威胁这只没人保护的 G4白格骑士 就算他如果真敢选择主教给这只中心地4 强行升根的话 我准备就要 骑士给他敲过去 利用这个闪击 威胁这只没有人保护的 白格黑骑士 然而这些计划都还没实现 我的对手就在这里因为没观念 走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去吧 我的对手在这里看到我碰他 他就不加思索的直接往后退 各位 他开始往后退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轮到我 我继续复活武器 对手小兵16 他想说可能后退之后 从骑士往17蹦过去 我现在先把兵架起来 对手小兵A6 我小兵A3 对手出骑士 我换位置 各位 如果这个局面给你们操作黑色 你们如果有观念都应该知道 黑方的武器可是过度拥捨 王还在中心有问题 这两大问题应该赶紧解决 好比这种骑士闪开 立刻亮开主教复活骑士 不要都卡在家里 但是 我的对手就如标题所说的 他没观念 他不知道中心王很危险 他不知道他的武器很庸舍 于是他又走了一步 小兵G6 各位铁粉们 你们看看这个结构 A6 B6 G6 走了三个六 一堆黑格漏洞 我是不是可以疯狂利用 轮到白色 我看准时机 直接将这个骑士 准时往前蹦 N14 准备骑士踩 A6 踩第六格子 现在就看他如何回应 黑方选手想说赶紧复活主教 给王找逃生退路 而我抓准时机 让他的王休想入宝了 骑士往前 N Check 你要不要动 你只能动 你一动之后 轮到我 现在我已经借由他 因为没观念 骑士静静退退 因为没观念 骑士静静退退 因为没观念 一堆黑格漏洞 被我白方疯狂利用 现在我就看准这个优势 开始准备大部队 跑去他家做坏事了 来吧 我开始复活城堡 对手皇后C7 我主教给兵生根 对手想碰我主教 我主教简单回撤 对手复活白格 我驾起C3 准备爆破C线 或是D线 对他的中心施加压力 对手小兵H6 我开始试着对C线后施加压力 对手碰我主教 我主教简单回撤 对手骑士往前摁 他想什么事情 他可能想说 要交换我这只黑格的主教 因为我主教看着兵他很讨厌 而我这里都想清楚了 我接手 我接受他交换 我直接一步小兵D4 往前摁 而这里 对手也不敢敲我的中心骑士 为什么呢 如果他真敢敲的话 我就嘴不叫支援兵 兵就摁在黑帮心掌 让他极为痛苦 黑帮也不敢这样做 于是他在无奈之下 选择交换我的主教 我简单交换 对手想说 用了这个兵把我的主教给盖住 想说盖住我的白鸽主教 我就不能复活 但是太天真了 我之间强行小兵B3 就是要复活白鸽主教 就是要亮开C线 问他该如何做抉择 实战对局 他在压力之下 终究还是走出加速灭亡 骑士回撤 轮到我 我简单操作 兵敲兵兵敲兵 主教一敲 暂时多一支兵了 而且 我现在可是有超强壮 无敌中心兵 准备就要回收标题了 各位铁粉们看清楚 这三支强壮中心兵 准备把黑帮活活压扁了 现在轮到黑色 黑色想说用骑士 摁住我的中心兵 不给我前进 但是太天真了 我之间一个主教叫换 骑士 城堡 护着小兵 往前冲 C4 走开吧主教 你给我走开吧 你交换骑士 我就皇后吃过去 你的黑色 可能就更加危险了 是吧 于是他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乖乖后腿 我就继续乘胜追击 无情的把他活活压下去 小兵第五 你给我后腿 他无奈之下 选择后腿 我城堡一点 骑士跟这个堡 准备威胁B7主教 他无奈之下 选择给这支主教圣根 轮到我 我乘胜追击 亮开我的一万城堡 随时不位 随时不位 对局这里 黑帮其实可以认了 但他不认 又要振扎 想说赶紧复活这个H8城堡 于是走了一步 主动认输 王一期 天本们 你们看到了吧 他走了王一期耶 你们看到了吧 他走了王一期耶 这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我一个交换主教 瞬间抓双 对手受不了 直接投降 那就好 我一期见 他爱好 我一期见 你 不是 我一期见 你 你 我一期见 感谢观看